英法韩等国爆发床诗危机 港人文诗色变 有荒诗的市民昨日10日在网上讨论区连发四项 以我公爆床诗报道七彩未提发文 乡众见到蒙有灰尘 布面椅边有一堆非白色物体 细看疑似是床诗 其产下的卵 另有一只疑似床诗爬上椅面 楼主公司应该某人去过外游 相信系本地坐车出街 返公司一加点算 众返无返公豪 并补充一生晒 开支散业 出街传逼第二个宿主 好快又到另一 公司大爆发 一传十 十传百 生命力 繁殖力强 有力 其低又重细过力尘 好吃现 回应的网民感叹 于传到办公室 指情况好恐怖 成堆 可能已经带 返无奇 有人冷静分析 只其实每日公交运输 人流 坐旁边裹个有头诗 或者取山库有牧师跳 过你度都无知 必无可避 有人认为花 似乎你工 床诗看问题都一段时间 快递人去灭诗 以前 多公司有诗 所以要定期灭诗 你公司应该大扫 于是有人指那七座灭虫 发过猪头 更有人预言 我 根据香港人看习惯 杀虫寄好快会断式 跟住 高十倍嫁犬 有好心人提醒 小心鸟螺幼 并建议工 快递换晒 低乙 坐胶凳 和叫路 如果你一定要反 记得每日反到屋 起将身上所有衣物 拎去洗 或蒸汽 地青储 无虫根 身先好入房 尽量无好待任 无需要开背包 手带之类反攻 因为那低虫传播 多数戏根带入屋 另有打工 在校园 全港放有诗 灭诗 又可以WFH Work from Home 在家工作 不过由于情况夸张 楼主 无说明公司 位于那一区 有人怀疑楼主 做雇子 闻来源 香港讨论区 星岛投票 APP经已推 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